台中坦子上午还发生精简车祸 一辆银色轿车疑似没有注意车前状况 高速冲撞前方带转的轿车之后 侧翻转了半圈 再波及到另外一辆小货车 整个撞车经过也都被开了下来 路口两辆车准备带转 突然银色小货车出现没有刹车 直时冲撞白车车尾强大 撞击力道造势的银色轿车 瞬间侧翻连同白车也被推撞转了半圈 跟波及前方的蓝色小货车 到场赶紧将肇事的52岁成型驾驶 紧急送机 从未事故现场车银件 车内物品散落一地 银车挡风玻璃也撞到全破 被撞的两车车主都历经惊险一瞬间 车祸发生在25号早上快8点 台中坦子中山路一段撞击瞬间曝光 警方研判肇事车主疑似没注意前方 车矿酿货 三车驾驶经过酒侧 两人每酒驾被装的白车驾驶 酒侧值0.03 又通过观测表 没有明显超标不算违法 至于送医的肇事驾驶 没有生命危险 却得负起最大肇事责任 借台中撞了不倒 好 好